这样啊 我来个正式一点的 欢迎所有叔叔和阿姨 踏入金芝的直播间 欢迎我们八千多个家人们 金芝在这里提前祝大家 端午节安康 然后事业顺利 子孙幸福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提前祝你们 因为这个祝福 我害怕到时候没有给大家送到 也住金芝端午节安康 马边县离卢州多远 如果说我去过卢州的话 我应该是知道 但是我没有去过卢州 我们乐山的话 我哪里都没有去过 乐山我就去过那个 我去过俄边 对乐山我去过俄边 然后去过乐山市区 然后去过就我们马边 其他的地方我没有去过 四川我就去过成都 四川就去过成都 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 然后去过江苏 去过江苏五溪 去过江苏南京 去过江苏常州 是这样的 然后过后就是去过湖北 湖北去过天门 然后其他的去过三亚 这些地方 其他的就是很多地方 我都没有去过 我一直想去北京天安门 去看深国旗 然后想去云南 然后想去上海 谢谢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 我刚刚说的地方以外 其他都没有去过 然后我去的那些地方 都是有目的性的去的 我去有目的性的去成都 成都是因为 前面的就不说了嘛 后面是因为副歌的家在成都 然后江苏是因为我爸爸在江苏工地 就是发生了坠楼 然后江苏无锡 是因为我妈妈在无锡的一个厂里面打工 然后去那个湖北 是因为我有一个外婆的姐妹的女儿 外婆的姐妹的女儿 相当于是我一个姨妈 然后嫁到湖北去的 嫁到湖北去的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过后还有什么地方 三亚 三亚是因为我的妈妈 确诊那个生病以后 我带她去的三亚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了 然后鹅边是 鹅边是干什么去的 我可以忘记了 因为鹅边跟我们这边的话 它是就是有亲戚的 就是因为那边也是遗族自治线 这边也是遗族自治线 所以它是有一个亲戚来玩 妈妈跟什么病了 妈妈病老多了 挺多的 干燥综合症 骨髓什么牛 就这个两个 然后现在是泡枕型的口腔溃疡 是这样 小夫早就寻了 我要带你去北京 他前段时间有喊我去 但是我还是知道的就是去不了 我想带我妈妈去的 我想带我妈妈去的 但是我妈妈身体状况 她就也去不了 所以我不想 在我妈妈不去的时候 我自己去 我也不知道是这样想是对不对 感觉我妈妈也去不了那个地方 我就也不想去了那种 好久不见 请上官 来了 请我俩吃烤鸭 北京烤鸭 是不是 可以 北京烤鸭 好 富哥他有喊我去过北京 喊我去过北京 然后喊我去上海 他之前 哦 是江 是对上海 他说他 可能要去哪里 去出差 然后 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后面他就没有去出差 我不是在成都 那个平安师傅 我在马边 我一直都在马边 我没有去成都 我没有在成都 我从上次 从富哥家里面回马边以后 就没有再去过成都 后面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成都了 嗯 感谢大家的夸奖 谢谢 马上十万赞了 马上十万 我 我跟你们讲 那个直播间 叔叔阿姨们 你们很多人知道 我大牛叔叔 对不对 大牛叔叔直播间的话 他那个点赞 真的特别特别的多 很奇怪 你知道吗 就是他那个点赞 他 播个十几二十分钟 他马上就十几二十万点赞了 他们那个点赞 感觉好快好快 特别的快 然后我这里的话 我从开播到下播 我喊大家点赞 最多也就 也就点过三十万赞 马边是乐山 乐山市 一个旅游城市 因为他有峨眉山 大牛也在直播 对他点赞直播 是不是就是 那个 就是 点赞就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看着好多呀 就是那种点赞 因为他们说点赞的话 就是 点赞越多 直播 他就直播 那个 就是流量 他 就是平台 他就会给 给你推更多的流量 是这样的 所以说 每个主播都要求大家 给大家 就是要求 就是说 可以来一点点赞 什么的 挺多的 对吧 你们也看见了 是不是 大牛叔叔的那些粉丝 阿姨也都 特别特别的给你 乐山大福很出名啊 对 就是在乐山市区里面 上次副歌就带我去了 就每次都是一两百多 一两百多 一两百多 我这个手机 好像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 它是什么时候直播的 它是 我这里没有通知耶 我收不到那个 手一直按着大拇指 对 一直按着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点赞 我这个好像没有 没有大牛叔叔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你们问我 这儿到那儿有多远 我没有去过地方 我是不知道的 家儿们 你们问我 我是不知道的 没有直播呀 那没在直播呀 是这个啊 没有在直播呀 我不会说话 不会表达 只能点赞 我谢谢你们 默默能带支持 金枝 不知怎么停了 哦 好 我说好 我说好 我是四汉 金枝建议你还是 以直播为辅 不要太 你开直播了 学校的工作 您可能不是很了解我 那您 您说这句话的话 您可能不是很了解我 很多人都在 让金枝多直播 经常直播 你却让我不要直播 对 大牛没有直播 只有预约了30号 对 你们可以预约一下 他的直播 因为他有给大家 分享东西 他有在带货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大牛叔叔 沈大牛 他叫沈大牛 他是我的一个叔叔 但不是亲叔叔啊 人家那么年轻 他不是亲叔叔 他是我 妈妈姑姑的 儿子的 妈妈姑姑的 儿子的兄弟 对 所以他跟我妈妈 是表姐弟的关系 他们的辈分 是表姐弟的关系 然后 我才喊他 喊一声叔叔 是这样的 对 然后另一个 另一个阿南 是他的表弟 我只是怕 把你带歪了 带歪 什么样子 才是带歪了 什么样子的 算是带歪了 灯牌 是这里啊 家人们 就是我的名字后面 我的名字后面 然后有一个 点一下 点两下 点一下 点两下 就可以了 但是得有 那个痘痘才可以 微信痘痘 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就入不了 没有的话 就入不了 如果说有的话 你们可以花个一毛 给金枝 就需要一毛钱 给金枝 有小腹在 金枝不会歪的 富哥会把我扶正的 对不对 如果我歪了 如果我这样子歪了 富哥会把我的头 给这样子搬回来的 是吧 放假了 对 放假了 然后今天下午比较忙 然后明天 明天和后天还有高考 所以说可能会有点忙 然后的话 我可能会 在酒店这里 感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牌 谢谢 就每天点亮一个粉丝灯牌 增长那个亲密度 增长那个亲密度 但是我感谢大家 对不对 如果我感谢大家 好像又没有话说了 好像又没有话说了 最后唱一首歌 最后唱一首歌送给大家 然后我们就下播好不好 好不好家人们 我们最后唱一首歌就下播 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 是不是都去给金芝点赞去了 都去给金芝点赞去了 是不是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飘远过海的来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 见面时的故事都曾反复联系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 表达千万分之一 为了这个遗憾 我在眼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 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 无法抹去 为了你的承诺 我在最绝望的时候 都忍住不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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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生的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相拥叹息 不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满天风沙里 望着你远去 我竟悲伤的不能刺激 多拍完送君千里 直到山城随即 一生与你相依 我也不能进粉丝团啊 如果说充值不了的 就进不了粉丝团啊 对 就是好像那个 苹果的那个 就手机好像就不可以 入粉丝团 因为充值好像比较麻烦 是不是 我也没有冲过 所以说我不知道 感谢大家 金珠姑娘人美歌一天 哎呀 谢谢你们 谢谢 特别谢谢你们 欢迎冰点点 咱们没有点关注 再来一波关注 好不好 再来一波关注 刚刚 从刚刚一直开直播 到现在 陪着金珠的就有很多 是吧 我就是评 他们有的不会玩 有的不会用 这真是原唱 肯定原唱 肯定原唱 你阿姨 非常好听 要冲豆豆的 对 要冲值 要冲值 再直播一会儿 不播了 我这样最后唱一首了 不播了 好不好 我们不播了 因为马上也八点 像 八点半 八点半 可以吗 把昨天都走飞 现在你在我眼前 我相爱 请给我机会 如果我错了 也承担 认定你就是答案 我不怕谁嘲笑我 阶段 相信自己的直觉 挽过的人 不含泪 爱上你我恐怖撤退 我说过 我不闪躲 我非要折磨 不含泪 将不停也偏要爱 更不离爱 让你明白 没有别条路难走 你决定要不要陪我 将不停配爱 靠我感觉爱 等你的依赖 对你偏好 爱爱爱爱 痛也很愉快 爱爱爱爱爱 我们全屏保晚安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你把昨天都做回 现在你在我眼前 我相爱 传给我机会 如果我错了也承担 认定你就是答案 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 相信自己的直觉 顽固的人不含泪 爱上你我不撤退 我说过我不想躲 我非要怎么做 江不亭也偏要爱 感受你爱 让你明白 没有别条路能走 你决定要不要陪我 江不亭偏爱 靠我感觉爱 等你的依赖 不后悔又把握 我不想躲 我非要这么做 晚安 叫你们晚安 晚安晚安 嗯 嗯 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